大家好 我是主播黃奇文 今天我要報導的是一則與天使有關的新聞 作者從小就得了一種罕見疾病 所以慢慢買兒童套餐 作者只能在旁邊猛出口水 原來少吃一點是一種福氣 所以作者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不幸的人 原來我們這一群上帝親自派遣到人間的小天使 往往得到許多的光懷與祝福 而我這個人最雕的天使正長開翅膀 準備一天美好的人生 我的報導結束了